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这期的幸运数字 我们目前为止到了第九,成绩是五胜一评 我们接下来还是先去优酷抽一个数字吧 看看会抽到数字的几 我们优酷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一共有76条评论 那我们从这个76条评论中随机抽一个吧 看看会是数字几 45 非有时期的幸运数字 第一期的第一个数字抽是不是就是45 第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感谢人民观众微信用户8598030328 大家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加上微信 挑战时间 国家德比 从五大联赛的国家德比选取三名球员来提比赛 按照每一场的进球数来购买相对应的金卡卡包数量 或者购入相对应的86以下的球员 这名观众没说失败的奖励是什么 然后直播的时候大家说如果失败的话就卖掉队伍中数字最高的一个队员 也可以吧 如果以后大家不说失败干什么的话 我们就卖掉队伍中数字最高的一个队员好了 那我们就按这个优酷最佳答案走好了 优酷说西班牙德比是皇马队巴萨 英格兰是曼联队地物浦 意大利是国米队尤文 德国是外人队门心 然后法国是巴黎圣志曼和马赛 等于就是说从我们刚才在百度里读到那八支球队里选三个队员来完成比赛 如果能赢的话呢 就是按美长的进球数来购买 相对应数量的金卡卡包输的话呢 我们就卖掉队伍中数字最高的队员好了 他既然没有说输了干什么的话 我们最后就组成了这个样子 一个来自利物浦的中场啊 詹 詹就不多介绍了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然后还有就是来自门心格拉特巴赫的赫尔曼 他的优点呢就是速度比较快 就是E 三颗星的Skimos 然后还有来自巴萨 左边后卫音涅 速度也还可以80 身高也还将就吧 5尺10三颗星的Skimos 防守75 我们就这套阵容 完成这个挑战时间 也是这期的第一场比赛 对面阵容还不错 一套混大的阵容 队伍的数值还都挺高的 别为人家投球砸死 好吧 视角调了一下 调成了多人合作视角 看得更 广域一点 试试啊 送进了 瞻 首秀进球 1比0 他在争取多进球 因为开卡包的数量 跟进球数量有关系 别为了 赫尔曼 赫尔曼 首秀也进球 2比0 提长比赫尔曼 提长比赛过程中 直播观众告诉我 我卡包还开不起 那我们是多进几个球的 还是少进几个球呢 站 点球吗 不是点球吗 194是1个球 是多进球数量的 终于是多地球数量的 5备数量的 5备数量的 这是5备数量的 3备数量的 山 哇 想进第四个球这么难是什么 竟然能踢在立柱上 不设踢在门将身上 这时候一般原射就可以 偏 伊克纳乔不是冒气法了吧 4-0 其实对手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结果跑着跑着发现射门的空档出来 伊克纳乔有一个球算在乌龙上 每次沃尔和伊克纳乔在踢的时候 沃尔表现都一般 要没有伊克纳乔的话 每次沃尔自己踢的都还挺不错 这场比赛表现最好的是 伊克纳乔和詹 两个人都有球赢6分 伊克纳乔有一个进球被算乌龙了 然后我们是4-0取胜 所以按照观众提出来的规则 我们每进一个球 就可以开一个金卡的卡包 我们就可以开4个金卡的卡包 说真的我们都买不起4 我们现在的钱 都买不起4个86以上的球员 我们现在只有一万七千个块 还是那句话 大家如果手里有这个Xbox的coins的话呢 可以捐给我一点 还可以拿到抽奖机会呢 反正这些钱到了这个Facebook18用不了嘛 我觉得换成手柄和Facebook18拷贝还是挺值的 而且你卖币有风险哦 UTBorstay结束了 没有素项卡包了 我们就开4个7500的好了 其实感觉还不如开4个这个5000的都一样啊 垃圾卡包 好像阿图苏啊 就卡瑟似的 没什么有用的 得甲云后卫可能还能用上了 COME ON 我们这号这么烂 给点好 好的呗 好一般的 连个RUN都不是 而且这些队员用不太上 又送了一个租界球员卡包 扣门 再送个5000的呗 这还是什么都没有 不过得甲后卫快凑齐了 布鲁玛 这后卫还是挺不错的 布鲁玛 然后哎呀 这俩人用不太上 最后一个了 COME ON 多斯桑托斯 刚才还只有我每个大联盟来的这个 左边前卫啊 话说这要是有阿里SBC 我们这一下就发了 这张卡还不得卖个一弯 又有一个一甲中场 我们看看这个租界卡包里有什么吧 不疯 你好意思吗 不疯我们可以用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去Youtube抽一个数字吧 上期一共有21条评论 我们从这21个中随机抽取一个 嘿蔡红婷抽到你了呦 买money thank you 你头像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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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惯两个点球是吧 我还连赛周中 太挫了吧 开人玩笑 我们搭成这样吧 不管怎么说 这也是一套全金卡阵容呢 我们就要用租莱的布缝 然后这个后卫喝串一下吧 用纳巴里斯右边后卫 然后右边呢就是英超 让Warner去踢边前卫吧 他速度快 然后把克鲁斯放在前锋上 反正Warner跟伊康纳乔也不来电 布鲁马提中后卫 66的速度 79的防守 8886的速度 应该也还可以吧 我们就用这套阵容来完成 这期的第二场比赛 对面这套阵容还好 后卫这花牙凡也堪忧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风险也是跑跑跑啊 1伏0比1 又是这个发脚球的时候被人打反击 马内 哇 江川1比1 1比2 不封的扑球真的是太糟糕了 没想到这种球能漏过 用布特兰德都没漏过这种球 扑到然后漏进去了 他是不是物理有问题啊 好奇怪的进球啊 好奇怪的进球啊 扑鲁斯 这次进吧 2比2 1个大桥3比2反超 1个大桥啊 踢偏了 原来最好是加比 还是没记住 刚刚有观众告诉我怎么读的 加厉吧 为什么他表现最好了 两个助攻 全总UR最多的是 Rain Rain0808 非常感谢 所SBC啊 OK Rain0808 说这个 完成一次阵容创建挑战 要做大比拼吗 大比拼可能现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做大比拼吗 大比拼 OK 尚未解锁 需要完成这个新手上路 才可以 才可以玩这个 两名全组合包 这这 这咱不能算啊 咱得把这大比拼做 这其实就是教教你怎么做大比拼而已 不过这个奇耻的大比拼还是挺够意思的 这点东西 尤其第二个 这铜卡卡包 为今后做大比拼至少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接下来把大比拼做了吧 最后一个也完成了 YES 我们去开卡包 终于都做完了 耗时 你得有40分钟吧 哈哈 我同一次做完大比拼这么开心 我去卡一卡包 看有没有好的东西 开始 第一个 什么都没有 马夏尔 YES 布莱恩特也可以 四颗星 德甲中场速度慢点 马夏尔就足够了 这马夏尔能把我们扛到B1 第二张 站停了 站停了 西友合同卡 你西友合同卡 你站停什么 靠 COME 什么都没有 我卡弄什么好后卫 速度快点 这堆队员都是做SBC用的 这给我们有什么用 德甲有左后卫 我们不缺左后卫 这个西九荒 也什么都没有 COME 穆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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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甲 没法甲 没前锋 塔里克 卢加尼 金特尔 您帮我看着点 哪些队员我没准备能用上 英超和西甲 西甲没前锋 看这个 还是什么都没有 马夏尔也可以啊 马夏尔不错 这些没什么用 又是意大利的后卫 这哥不长得太逗 加上新开的一些卡包 送来这些队员 我们把阵型换成了433-4 一套英超 前面封线是英超 然后中间是德甲 还有后面是布封搭档鲁加尼 这个后卫换了金特尔65的速度 身体还不错 防守80 主要能给香腾一点更好的话来反应 然后马夏尔就不说了 这个开荒我估计能 刚才也喊了吗 估计用他能开荒开到D1 这也是为什么挑成334 我希望马夏尔能参加 参加到更多的参加到攻击线上去 前锋还是伊克纳桥 我们就用这套阵容来完成 这期的最会场比赛吧 对面这套阵容还挺不错的 一套英超的阵容 都不能算高性价比 一套英超挺不错的阵容 祝我们好运吧 运克纳桥打在立柱上 这是卡里克吗 不是 这是我们右边后卫1比0 接到马内的助攻和轻松的把个球推进 1比1 3比1 他已经疯了 他已经疯了 3比1 他已经疯了 3比1 对面退了 对面退了 3比1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竟然还丢了个球 哈哈 好了 我们今天的幸运数字就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积极的留言 也希望大家积极踊跃留言 来帮助我们完成下一期的幸运数字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手里有这个不需要的 或者说富裕的 Xbox的FIFA17的coins呢 希望可以捐赠给我一点 可以拿到这个抽奖机会 可以抽到手柄啊 FIFA18的拷贝啊 还有Give the card这系列的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